你拿點菜單完了 對 或是什麼裡面寫的 哇 其實很喜歡AA之類的 然後告白 偷偷告白 喜歡的人是AA 好啦 那這個的話 在前期確實是 應該說這三隻角色是可以來去做一個嘗試 可是其實瑟斐和凱格露是 如果今天你選擇去做一個一人入野 沒有成功 我覺得邊界會FO 邊界很可能會幾次的FO 哇 現場還有加油團 哇 還有帶大聲功啊 這大聲功都來了 以後會有鼓啊 這樣 哇 會有鼓跟騎士 真的會很揮起來 我們要不要考慮來做一個波浪舞之類的 可以可以可以 好 這邊沒有選擇是往前看 通過這邊狗直接拉過來囉 如果打殘就可以考慮 痾 媽 要來嗎 但是莉莉安不斷Poke喔 Hanzel這邊很兇 欸 直接來囉 小優也在後面打 欸 這個要小心囉 欸 莉莉安還要再一錘 把Hanzel的免疫給逼出來 但是這邊治癒也逼出來了 宇翔 請鋒圖示位移往後 海牛身上是有制裁的喔 這邊要拼下制裁 最後一下是被宇翔給偷走了 對 啊 海牛這個 沒有製到 製到最後一點點血 有製到但是差一點點喔 對 他應該算他打下去的那個傷害在制裁 但是差一點點 對 這樣他沒有打 薇薇這邊 好 這邊就要反右囉 有辦法嗎 差一下 這邊 但是Hanzel補了最後一技 是把薇薇給收掉了 對 往後拉開 因為應該是Hanzel還沒辦法說 沒問題 我可以拿 Hanzel有辦法守住嗎 往後拉開 可以喔 Hanzel這裡來到兩等 要逼退了 各種騷擾 同時再扭一下小儀的技能 這一個反路也反著笑到沒有了 上半步 而且另外一邊趕快 海牛身也沒逼退了 阿亮是打得非常兇 繳了一個瞬野往前追 麥基只能往後逃了 兩邊野區 一人打得非常兇殘喔 阿亮還在上半步 另外一邊阿亮很聰明 阿亮這邊應該是要拉阿籃 把籃拉走 讓你往來人來囉 人來囉 再入再入 再整理一下 哇 一等 兩等 是不是要瘋了 宇翔也整理狀態出來了 那有拿到 好 籃的話是 莉莉安拿到 Hanzel這邊拿到 哇 莉莉安 Hanzel現在有籃的話 福利公要顯0了 對 這個就是剛剛在講 如果以這個陣容來講 你入也沒有 當然說是成功了 但是全部的很慘的情況底下 被一個反打 非常的 非常的虧喔 不過既然都已經來到這邊 直接 夾起來 一拿古龍可以 其實剛才宇翔是往前看 紅白粉你吃完了 那算了 不管 其實他就在那個槽裡面 這個有發現的話 SMG直接毀了 對 但是應該照理來講 不會發現 因為剛剛你也知道 SMG是紅開 所以你剛剛那個過去看 你通常不會想要再進去 對 看了也不會想要去追了啦 真的就是 浪費時間 但是其實 他就是在那裡 我們在上帝視角能看到的是這樣 沒錯 那這邊的話 回來把隊員拿起來 第二輪的BUFF 打這麼久 打到第二輪都出來了 沒錯 那這邊拿完藍之後 對SMG來講 還有兩個選擇 一個是 我們今天拿魔龍 另外一個選擇 是入你的藍區 拿藍同時 上去 加你的凱格路 這邊是關到了 雨翔的位置 這個睜眼透鎖 直接勾回了 那這樣摸摸掉了 還是要入野呢 選擇先入 提米的位置非常深入喔 哇 這邊是被打了一套 還沒有事喔 還沒有事喔 這邊現在選擇 回補一下狀態 但是在邊線上面 Handle打得非常的兇啊 是直接把邊線整理過去 這邊可能要留意一下自己的狀態 因為隊伍上有三個人的狀態 是直接地獄半血 這邊該走了 是反而回頭抓微微一套 哇 這個有點出乎對手的意料之外 漂亮喔 沒個盾起來 但是琪琪應該是沒到敢上嗎 琪琪在往前 琪琪一套再補一下普攻 哇 傷害沒算好 猜錯了 最後一下普攻是被小姨給收走了 有點可惜 這個地獄雷鳴在抓根治 應該是可以成功走掉的 抽屁勳天 加速往後逃離 不過這個前期打得非常兇 一來一回這樣子換下來的情況底下 其實SMG還是有一個經濟上的優勢喔 對 其實琪琪剛才那邊打得很極限 她傷害算 她覺得這樣就會死 但其實她如果再多留一下普攻 她可能也會走不掉 對 她是想說為了讓自己逃走 其實也沒關係 因為最後根治出來幫她補掉 所以 其實剛剛我覺得整體的一個團隊聯動 像例如說剛剛那個野區紅 感覺起來就是為了留頭給Hanzo 你會覺得好像她逃掉 結果Hanzo過來補一下直接掉 對 那現在就看一下雙方會針對魔龍出手嗎 還是繼續往邊線來打 好 第三個藍buff 這場的節奏非常快 從一等就開始打 打會戰打到現在四分鐘已經有六個擊殺出來了 沒錯 前期真的是幾乎都在野區不斷的有碰撞 而且碰撞這麼多 竟然還不甘魔龍的事情 對 那這個藍 SMG剛才是沒有成功讓給Hanzo喔 應該是因為納克比較缺藍 他需要 對 應該是角色的關係 你看到只是幫忙打 對對對 他沒有藍太辛苦了 這一次是選擇把資源投在琪琪身上 最主要是納克 納克跟瑟琪比起來他又更缺藍了 我們都知道瑟琪很缺藍 那經過上次的改版之後 其實瑟琪好一點點 不過還是缺藍 可是對於納克一直以來的問題 都是他很缺藍 就是一個缺藍型打野 對 所以他如果被拿藍 真的是虧到歪過去 對 但是現在納克的經濟量 和莉莉安 都是彈位於對面的打野以及中路 這個組合 現在要繼續往後面 過來 沒有偷到 是被瑟琪製裁製掉了 但是這一波 持續的在做追擊 有辦法 有人嗎 我們跟上囉 是不是看到妹的 妹的幾次走位都非常的凶狠 覺得是被關到了 這次走不掉了 這次走不掉了 轉起來 轉起來 智玉也用掉 這個 我們看到他不斷的往藍區壓 其實有一個原因就是因為 看準你這個邊線是凱格路士 對 你凱格路士過來支援 對 老實講你抓不到什麼東西 我們琪琪在做追擊 琪琪神雷想牽起來 但是直接被帶走 再拉回來 漂亮 哇 海牛今天的表現 兩次都是非常關鍵的一個位移拉 哇 這個拉 抱歉 我為剛剛說你們不是很喜歡女超人 抱歉 原來你們其實 哇 小儀這邊想要披薄傷害 差一點點 差一點點 差一點 很可惜啊 想要來守這座塔 但是選擇拼傷害 對 差一點點 想說不管怎樣 最起碼帶掉一個人頭啦 哇 琪琪這一個 哇 上面單殺了 加閃 加閃密的針透野 上面 是阿亮的夜叉 單殺掉賣機的凱格路士 對 而且是塔殺 他剛剛為了是直接塔殺 這個兩個人的經濟差距差了一千塊錢 對 有點驚人的喔 這個被壓的已經是喘不過氣來了 對 凱格路士真的是在前期 集體上已經有著劣勢在了 更何況經濟又俗 這個被單殺 對 因為野區一直被入的情況底下 其實隊伍沒辦法給予凱格路士資源 那凱格路士跟夜叉 兩邊是賦農的情況底下 老實講不用說 對 現在十分鐘不到 甚至說才六分半而已 SMG已經領先了五千塊 對 這場SMG的節奏已經到很快 雨霞往後拉掉 直接先整理兵線 沒有問題 那上半部阿廖這邊是遭受三個人的一個關注喔 直接過來黏他 不過這邊關一個人 想硬抓 打起魔術開啟了物理免疫 這邊是一個鏡像交換 但是MS這裡的魔龍路 是已經被打到內塔囉 卡薩路這邊還在外塔 還成功拆掉 這邊要硬換了 欸 這邊 雨翔要硬手嗎 沒有 雨翔直接放塔了 那這樣的話就要有人回囉 雨翔這裡硬手的話恐怕會掉更多 對 因此選擇一個交換 在上半部MS還在繼續拆喔 但是 SNG這邊要選高地了嗎 這個電腦再高回來 你往前炸 但是也回不去了 情局省雷在旁邊 電起來嗎 微微差一點點 這個被動並沒有觸發起來 對 在劣勢的情況底下 你其實不敢往前踩 你想要跳被動 但是你也要先想辦法活下來才對 對 這樣一波交換 MS的魔龍路是直接被貫穿 整個下半部的地圖會非常危險 失去控制權 對 不過SNG這邊 剛剛MS有換到SNG的上路的兩座塔 對 所以其實以剛剛的交換來講 我覺得單以剛剛的上路交換來講 是不虧的 但是有掉頭 對 因為你換了兩座塔 一個人頭 多掉一個魔龍 對 你多掉一個人頭 那這邊多掉魔龍 對 但MS在上半部可惜的是 沒有時間去清野區 這邊如果再拿一點回來 損失的不會那麼多 對 那現在這邊的話 各自回到各自的一個野區了 對 經濟是6K 對 吃完這攤夜 還會再拉一波 再往前入野壓迫 暈一下 這個拿MUFF再出聲 好 直接進來 要拚制裁嗎 進去 我沒想到 前面關到的是瑋瑋 以及密的 這邊 這個五個人直接到了 這裡是沒有辦法來支援的 反而是讓麥基的凱格嚕斯 在邊線做分推 對 這直接是一個月塔強殺了 那另外一邊就看麥基 在這個時間點能不能夠 能拆到多少 對 硬砍 硬砍 不過他這個 阿亮這邊是直接過來防守了 不過SMG也不妨說 讓我中路內塔直接往前逼 沒有問題 同時 奇奇也在上半部 來在路帶線 來到8K了喔 這個差距節奏是有掌握到的 再暈到 哇 Hansel現在傷害已經成形了 黃冠先買出來 這個遠程的一個poke真的是非常好 宇翔現在是很難受的狀態 瑟維斯的藍整場都被牽制住 要拿也很困難 好 這邊在 哇 這是什麼 但是隊友是沒有跟上的喔 彈了非常久 趕快往後拉開 神經神雷 哇 榮耀護衛最後一下有開起來 復活 那等於這個會戰就是沒有賺到什麼東西喔 下半部阿亮 持續的在給凱格嚕斯壓力 所以如果守不住就是直接掉高地了 這邊是直接選擇往前要硬上嗎 哇 這一個強化子彈有點到喔 對 他大局不敢硬上 硬灌在你身上喔 那麼靠近Hansel也會想 哇 這邊有希望喔 這個運判漂亮喔 放化成人形 往後拉掉這個二技 直接成功逃動 最後一下 最後一下沒之後 這個末端直接被Hansel給走掉了 對 不過另外一邊是一個多打掃喔 就過來反包 在下半部 另外一邊有先抓掉阿亮 現在海牛一個人 現在海牛一個人 旁邊這邊 海牛也倒 這邊也倒下了 兩邊打得非常的散 對 剛剛兩邊都是一個三打二的一種 我想來拯救自己的藍buff 有吃到 有辦法帶著這個藍buff撤退嗎 隊友過來支援 哇 這裡是二打三喔 有一個反打的機會 MS這邊有辦法嗎 選擇拉掉 對 這個追太遠 兵線必須再次整理一下 對 這個對於剛凱格嚕斯拿到一個人頭來講 哇 他這邊 對他的發力來講很不錯喔 麥基這兩場其實過得並不是那麼的好喔 還蠻辛苦的 他扛的壓力真的有點大 你拿弱勢角要對強勢角 然後被單殺還會被尬狂 真的 真的吃力不好 他必須扛住這個壓力 讓MS反打 這真的沒辦法 你選出這隻角色其實就必須 這隻角色其實選出來意味著什麼 意味著另外四個人 要打對方四個人一定要打贏 對 對 因為你必須要藉由另外四打四打贏 然後讓自己壓力小一點才有機會發育 他現在經濟是團隊上最肥喔 他這個如果再發育起來 他有機會拯救MS 儘管他前面扛的壓力這麼大 他真的是責任越重 要做的事情也越重 可是其實他的時間其實是很短暫的喔 因為凱路士雖然說他在 我們都知道他的中後期是一直強勢角 可是在真正的大後期 他其實並不是真正的很強勢 他錯過這個轉股等大廊的時間 對 那如果說以下的這個經濟劣勢 他來到三件莊的時候 如果對方已經第五件莊 第四件第五件莊都出來了 其實老實講他還是沒有用 對 所以這個狀況 我們看到剛剛是已經請求暫停了 應該是奇奇的手機喔 看到他在登錄畫面了 喔 剛剛是有 那我們稍微等他一下 對 等一下選手的設備 很緊張喔 這個 對 這個壓力其實是非常大 不過當然 以剛剛的這一場的節奏到目前為止 其實對於SMG來講是比較 是比較有優勢的啦 對 但是對於MS來說 儘管喔 其實今天這兩場 再加上這場 三場看下來 MS雖然二三場 是有些微逆風的情況 儘管在這時候 他們還是能夠找到機會反打 反而不像SMG在第一場的時候 MS是萬文全員掌握了這個順風局 對 但是其實我自己會覺得 不斷很少機會 我自己覺得陣容也是有一定的一個關聯 因為第一回合 老實講 這個就是軟皮輔助 如果你選擇軟皮輔助 你真的要打快很難 因為你幾乎是沒有視野的 對 所以這個我覺得一部分 是因為陣容的關係 那當然這一回合 對於MS來講的話 畢竟不是一個軟皮輔助 對 那他們整體陣容來說 好 手機設備 現在這邊導播傳來喔 手機設備調整中 我們還是要再稍微等他一下 當然我覺得這場MS的陣容來講 真正拖到太大好奇 其實也不是一件很好的事 不過以現在的劣勢 我是覺得好像唯一姐 也是拖到超級大好奇了啦 對 對 MS這邊真的要好好考慮一下喔 畢竟在打野位 宇翔這一場真的是吃了苦頭 真的是吃了苦頭 不過好險 他畢竟現在也是經濟最好的 慢慢的在撐 在團隊上經濟最好的是 麥基的凱克路士 大概6K的經濟 對對對 那現在宇翔的話 大概是4點多K 對對對 剛剛講的是宇翔 對 他得扛住這個壓力 對 不過陣容來說 他們要拖其實算是還可以 因為小丑其實清兵線算還算快的 對 小丑算是好清兵線的一隻角色 那再加上後面有圖倫 對 小丑的傷害其實在前面有打出來 但是真的是 對於SMG來講 那一波太危險 對 他這邊有黏到 後面的一個支援很快喔 可能要拉開了 SMG這邊要反包 MSP去關左半邊撤退 將軍這個臭屁運間流 ο 要放用 VR 向遊戲來敲 這邊真的賣輔助了 看這邊在轉中路 阿亮在喔 凱克路士 好 下了一個寒冰制裁 往後拉 這個經濟其實還可以接 不過對方是擁有拘魂刀的喔 所以如果被 這個如果被黏到 其實有可能會吸回來 好 回來了座凱撒 近�ль盒凱撒了 在前半部抵擋 沒有辦法 你們這邊想要來爭奪嗎 應該沒辦法 因為在沒有輔助的情況底下 你這個陸也 是有點冒險的 阿亮是腳瞬移下來的喔 他是剛用掉了 對 他應該就是要直接 就是他怕你可能出來就是失調大汗之類的 所以他直接第一時間下來想要拖延住你的腳步 因為在這個時間點老實講 瞬移可能也沒有來得這麼重要 跟凱撒比起來啦 是 那現在經濟差距是來到了1萬塊錢凱撒之力 狂吃完 還有1分鐘 這個藍Buff 對 1萬塊再加凱撒 這個基本上你也只能躲在家裡面 這個藍Buff讓給了Genji 需要技能的CD 其實觀察到了這些職業賽喔 SMG和J Team是少數會把藍Buff讓給輔助位的 這在 比賽中也是算相對少見 在一般排位團隊更是少失又少 那不可能啦 你拿到還被拚問齁 那打輔助拿那個 其實像例如是艾麗絲 艾麗絲在這種時候 很需要 他超需要籃 他拿那個籃真的是 他那個大絕真的是 你感覺是當小招在丟的 對 無限施放 對 所以其實 當然提米對提米來講 也是有一定的幫助 對 他的1技 大概3秒可以放一次 對 他的1技暈眩其實也是很關鍵 光小暈就是直接斷招 他也不用指到最後面 只要斷招就好 對 現在就看S&P如何帶著凱撒直立 打高地了 出來轉一下 這邊每一次出來整兵線都需要耗費自己的血量 對 這邊是上下路的兵線 用命來換 有 上下路的兵線要帶嗎 還是在拖 喔 帶掉了 兵線帶掉 上下路同時壓 哇 這裡維維持到了一下傷害 對 下面是一個試打試的一個狀態 兵線出來轉兵線 整理掉砲車 前面抓到了語翔 語翔用生命來洗掉這一路的兵線了 對 真的是用生命 所有的招式都是灌在小冰村上 那Hanzo這邊是直接換成 弧行往前抓了三下高地防禦塔 密的有點卡不在這裡 哇 阿倆這邊撐不住了 但榮耀護衛 有知道嗎 再站起來 站起來 要拉要拉 拆掉一下下 他差一點點 但是維維這邊是往外出來打 想要來做傷害 可惜前排沒有幫他彈出傷害 所以可是這個套手 是把密的給收掉了 麥基這邊有機會發揮嗎 整個是個兵線 打不起來 哇 這個兵線 海牛最後這個大真的是 哇 這個 這個兵線塔 這大招空掉了 往前衝了一波 最後這個兵線真的是太關鍵了 對 以為賣機要拯救世界 要拯救世界了 太可惜了 這地獄聯盟有機會抄 走平旋天 已經沒有拉後面彈起來了 好 那這樣的話這一場 你來開拖下去 全破 再地獄聯盟沒事 沒撞到 哇 這一波 真的是把塔全拆光了 對 這一波其實死幾個人 真的沒關係了 因為你高地塔全部都拆光 只要重整旗鼓 對於MS來講現在已經很難處理了 只要給兵線壓力 MS就很難處理了 對 然後你只要三路兵線進去 再加上中路那三隻 那個大的那個超級小兵 可能甚至直接扛塔 我還是覺得剛才麥基那場真的好冤枉喔 那一下真的好冤枉喔 那一下真的好冤枉 那一下真的好冤枉 你說手霧銀什麼 就差一下 大人就下來了 那一下那個 那個島嶼在半空中 對 大喊 還我隊友命來的那個瞬間 然後那個手霧銀座 啪 突然有一股風 啪出來 然後那個護盾在身上 對 突然那邊他直接全收 再加上羽翔後面那兩個 不得了 又是一波翻大了 對 你可能中塔就可以推掉 對 剛剛那個真的是那個生 三個超級石兵進來 滅得很聰明喔 利用地形位移過牆 剛剛那幕都可以演定 對 關鍵時刻 神力女超人站得出來 對 真的是關鍵時刻 對啊 好 那這邊有畫三隻 喔 這個超級小兵在那邊 我們現在要在旁邊扛 不能讓他進塔 想要繞外面喔 不讓這個兵靠近基地 拉到旁邊 想直接往外炸了出來 打到Handle的位置 快起在前面扛 對 已經逼出去囉 把Handle逼出去 三隻兵已經整理掉了 對 有點走太遠 大體是直接被關了起來 一透傷害 是直接帶走的時候 運軸再開起來 宇翔在那邊 要護衛掉了起來 Handle復活 對 復活起來 然後要護衛在這個時刻 真的是有夠猛的 然後再抓三下宇翔 繳了一個免疫 躲傷害 小一在家裡整理兵線 沒有辦法往前參團 對 沒有辦法喔 你被 必須要出去打 因為有超級小兵的情況底下 你必須要出去打 SMG這邊還有四個人在 好 小一必須往前 這個炸彈爆了 但是這一場基地也爆了 SMG現在